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娱乐界的周杰伦 主持界的陶金颖 体育界的李永波 模仿界的李延宏 连主持人都是评论界的蒋昌剑 拜托 要不要这么高端大戏 要不要这么土豪拜金 看完之后呢 猫蛋 其实这就是一个外星人伪装成地球人来参加挑战的节目吧 大家完成任务的时候还要故意演得很难很难 其实轻松的就像一样的 电视台是从哪里找来这些隐晦颇盛盛的外星人啊 就是X战领大集合还是英雄联盟大必拼啊 看完节目我觉得我活在这个时间上 解释就是在浪费空气啊 总之越看越觉得自己像是白活了 比如这位叫做郑才谦的小伙子 就在几分钟之内找出有5000个魔方组成的魔方墙中的 5万分之1的那一个不同之处啊 当我把眼睛眨成斗气了 人家也把眼睛眨成斗气了 当我成功把自己绕晕了 人家成功找出来了 这种逆天的游戏 当我还在研究游戏规则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秒速通关了 这不可学 于是我就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这个正裁签的资料 原来这会就是世界上第一位 在20岁之前就获得了世界纪大师 终身荣誉称号的天才啊 擅长德州扑克 澳门狂赢60万 从此被赌场拒之门外 被欧洲和美洲赌场拉进黑门单的 别人家的小孩啊 不这不是小孩 这简直就是别人家的家农炮吧 最后来自最强大脑招生告示 参赛者均总获得天王周乐伦颁奖 并或者拥抱一枚 还不夸来